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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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Luster 今天呢我們要來進行 中央線的最後一集啦 哎呀 那過了大概六七個月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很久就對了 不過呢今天 可喜可賀啊 然後呢 雖然說可喜可賀我們還有兩站要走 今天我們要走的是 西城野還有 城野丁啦 上一次我們走的是城板還有 那個什麼 日金嘛 這一次呢我們要走另外一個路線 快去快回 然後呢之前有一直說 你可以用341 可惡要37拜託 我才不要咧我這次就要用301 好不好 這次用的是C301型啊 就作為中央線最後一集 還有第二季完結片的紀念啦 好啦我們準備出發啦 等一下呢我們會走不同的路線 所以前面的鐵軌 我已經把那個 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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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前面所謂的那個 轉側軌啊 都已經調好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走的路線 應該會是正確的喔 喔關門 因為我新鮮版沒有做啦 所以就先切 不提供再客 測試中啊 這邊的速線應該是只有50而已 所以我會慢慢的走 喔有切成功喔 後面的鐵軌應該也是正常的 喔有點超速 這裡的彎道就有點彎了 就真的沒做好 好啦好啦 稍微超過一點點 因為這也是下坡嘛 所以不能太快啊 所以我們會到右邊的軌道 OK的 稍微加一點速度好了 好啦 鹽甘丁 鹽甘丁呢我們 只會停然後就繼續走 因為這個 這個站上禮拜 上一集啦 上一集就介紹過了 喔 這站真的超卡的 因為東西太多了 那我離 平直點還很多 沒關係 這站就是真的超大有沒有 然後你看那個 屋頂也蠻複雜的 所以才那麼誇張 誇張的卡 好啦 關門 我們要繼續走啦 從這裡呢 路線就開始分歧啦 所以我們現在往 城野丁站邁進 這裡都50啊 這裡都50啊 這沿路呢應該就是 還好啦 風景蠻漂亮的 而且經過蠻多水域的 你看旁邊那個 那個 花蟲啊 之類的 其實這邊蘇星有80 我找他72就好啦 那這裡經過的沼澤水域 真的是超多的 沒辦法 所以這裡只能蓋高架了 蘇星有在減囉 表示我們等一下要那個囉 我們在衝過一大便死而已有沒有 我們在衝過一大便死而已有沒有 喔是啦 那這裡可以快一點 然後呢 我們就快到了 城野丁 那這裡開車就是 要一點技巧了 呵呵 其實我剛剛還沒有控制好速度 我們先射吧 因為我們等一下下車 好啦 那我們到了 城野丁啦 城野丁呢 他是一個 屬於 比較簡化式的車站 那可以怎麼說呢 他的車站那天 跟月台城是同一層的 也就是說他是高架 然後簡易型的車站 那當然啦 也是會有一些 站務人員 啊 幹我不在 去巡邏喔 我這站看起來 雖然他是一個 簡易型的車站 可是該有的都有 販賣機啊 只是沒有 商店 而且這個 其實風景蠻好的 有沒有 外面都是 樹桶啊 一堆樹 然後呢 其實呢 我也利用下層的空間 下層空間 大家可以在這邊 烤肉啊 野餐啊 都可以啊 那當然這邊也有做足夠的標示 萬一他們想要 車站啊 進站 然後做我車之類的 規劃好啊 這些標示我也是做了蠻久的 這樣應該夠了啦 我覺得 然後如果走到下面的話 看起來的風景就是這樣 然後這裡還有做一些遮雨的 要不然走上來結果淋雨就悲劇了 不過這裡還是有架高的 所以這就是一個 其實我蠻少做這種的 就是一種簡易型的 捷運車站 應該在捷運嘛 應該算了 好啦 然後呢 屋頂的話 比較簡單 相信 之前 如果有看我的那個 RTM直播的話 就會看到 我大概有稍微講一下這些車站啦 有走過一遍 只不過呢 上次沒有特別的介紹這些車站 所以這個就是成野丁站啦 好 接下來我們繼續 喔 車門 即將關閉 基本上這兩站 還有遊戲成野還有這一站 都是像這種形態的車站 人煙稀少 可是又可以有觀光性質啊 如果大家覺得他們會是什麼 富力堂皇這戰 那就 讓各位失望啦 沒有 我反而是會朝比較 簡潔的方向邁進 這幾戰的風格 其實這也可以開75耶 那其實這兩站的距離也不遠 所以我們應該也快到了 開始要減速了 因為我們要進終點站了 這裡只剩30而已耶 我靠 終點站到啦 我們中向線旅途的終點 痛哭流涕啊 蓋了快超過半年了吧 你知道 就一直都不知道我蓋了多久 我們這次終點站了 所以就特別慢一點啦 好 看門 我們終於到啦 吸塵野 好啦 那麼這邊就是吸塵野戰啦 給大家介紹一下 吸塵野戰比較特殊 你看他的 公司屋頂外型 兩邊就有點不對稱的感覺 這是我第一次嘗試做這種方式 然後 所以說呢 大家可以看他們兩邊的柱子 其實是不對稱的 有沒有前後前後 然後這樣支撐著這個 整個結構 然後這裡的 支撐柱也是 然後做了一些裝飾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他們其實有些缺口 有沒有 這柱子有點斜角的方式 所以我們貫穿一整個月台 就是這樣子 那麼這一站也是屬於檢疫型的 車站大廳就跟月台同一層 然後該有的 站務員也不在啊 當然坐著也是可以啦 還不錯 然後 這邊 標誌啊 可是很可惜的 因為我下面 這裡沒有時間蓋了 所以就 只有先做這樣 可能我下次再 有想到要建什麼 我再回來建好了 一樣四個出口 跟上一站一樣 然後呢 這個出口標示啊 我上一集就有做了 所以這一集又拿來用 剛剛好 然後 這邊就是 一整個沙岸 還有海洋 那麼大家看一下地圖的話 就會發現 其實這一站 往北之後呢 就是一個 大水域了 在 那麼在 日經這邊也是 所以 中央線到這裡算是到終點啦 不過這站滿簡單的 就是 它的 屋頂結構 我做了一些巧思 對就是這樣 好啦各位 那麼 這個就是 最後一集啦 完結片 相信呢 大家對 中央線 在 五六集以來 已經有 還是七八集 忘記了 有一定的了解啦 那麼之後 我還會再做一個方外篇 就是 全線駕駛模擬 這個是一定要的 中央線篇也是 滿龐大的 那麼 還有 請大家 繼續 期待 中央線篇的方外篇 全線駕駛模擬 那個 我會多加一點 UI介面在上面 讓大家覺得 看起來有點像在 玩電車購 之類的 雖然不是啦 好 那麼 第二季 就正式這樣結束了 感謝各位的支持 與愛護 第三季呢 什麼內容 到時候我再跟大家 來做 報告啦 那麼 我們第三集再見 掰掰 我們